哈喽大家好,我是李飞白 昨晚AG输给BYG之后,主教练张角接受了采访 能感觉他挺生气的 英凯在问张角AG为什么会输掉比赛 是不是因为对面换了新教练给的压力比较大 张角并没有找任何借口 他表示这场比赛的失败完全是自己的问题 不想找任何借口,也没有什么理由 甚至张角还自我检讨,说是自己的问题 除此之外,英凯又问了张角现在联盟里面选择阵容的时候 都以中上野为主 为什么AG反倒是比较偏向于给发育露拿强势英雄 张角这个时候的回答比较值得思考 他说毕竟队伍里面有一个顶级射手 在拿英雄的时候,肯定要给他拿得舒服一些 要无条件相信他,这里射手肯定是指的依诺 虽然在张角看来,依诺仍然是顶级射手 但依诺这场比赛的发挥确实不算好 尤其是最后一局的李源芳 连续两次被关于单杀 基本上都是个人的操作问题 还有一次被盾山背道 二技能竟然卡墙了 包括最后一波团战 也是没有什么操作就阵亡了 在赛后的复盘上 希望AG队员都能找到自己的问题吧 哪怕第一轮进不去S组 调整好状态的话 第二轮还是有机会去冲刺的 小伙伴们如何看待张角采访的言论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